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一梦黄梁 播讲环节公第五百三十七章 给你推荐一个人 今天的事 你不得 你不准对任何人说 管祥峰十分严肃地说道 宋二狗也道 管口你的嘴 你要是乱说 我打断你的腿 嘴说的 你打腿干啥 那我就打乱你的嘴 最终啊 两个人安静了下来 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 你跟着我干啥呀 管祥峰气得是哼哼 你说你一个大胡子 你满村子你乱转 我不看着你看着谁啊 啊 万一你偷了谁家的东西咋办 宋二狗理直气壮的撒谎道 我 偷啥东西了 管祥峰指着自己的大胡子 一连被侮辱的愤怒 然后又指着那个远处的奔驰道 啊 你知道我那车多少钱不 一百多万的车 你们全县层也没有几辆这个价的 我买一百多万的车 我会偷你们村子这点东西 宋二狗一听啊 不满了 猛然的回头 指着一只路面的鸡道 你知道这只鸡多少钱吗 一千万 全世界你都找不出第二只这样的鸡 我呸你大爷 管祥峰一听啊 知道碰到无赖了 直接就开骂了 宋二狗直接就喷了过去 然后两个人同时擦擦脸 转身 两个人争论了半天 最后不吵了 毕竟都是有求于人 宋二狗道 你这人 他这么小气啊 你老师都受伤了 住在村子里 你闲着也是闲的 你教教马瘸子雕刻 咋就这么难呢 又不是漂亮妹子 有这功夫 我抛牛去好不好 不交 管祥峰是果断拒绝 然后问道 对了 你们做哪的族子最好的 不告诉你 告诉你 你也不准踩 这是我们村子里的族子 你要敢踩 那就是偷 按照我们村的规矩 发现小偷 当街乱棍打死 宋二狗嘴上这么说呀 眼中却是金光乱闪 不怕管祥峰有所突兀 就怕他无欲无求啊 只要他有所求 那就好办了 管祥峰还真吓了一跳 眉头紧迫 然后道 你给俺一截行不 门都没有 宋二狗坚定的说道 跟你苏子也干早呀 我也是犯晕了 我去找你们村长去 说完了管祥峰起身就走 宋二狗冷笑道 这事啊 你找村长 你找书记都没用 这个事儿 村子里只有一个人说了算 谁呀 管祥峰好奇了 偌大的村子 书记和村长都不管用 怎么可能啊 难道村子里还藏着黑社会 国家高官子孙的后代 宋二狗指着山顶山上的 所有的韩竹都是一指寺 住持方正法师的 他不开口 你想要最好的竹子 别想了啊 而我嘛 刚好和方正住持关系不错 你这是什么眼神啊 你不信啊 看没看上 我们家门口的模范标兵牌子 还挂着呢 你去村子里打听打听 谁不知道我宋二狗 以前是什么玩意 我以前是一个 不学无数的二溜子 还是方正住持点话的我 让我有了今天这副模样 宋二狗说到这儿啊 心头充满了感激 虽然被忽悠 但是 他的生活真的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 管祥峰冷笑了一声 咋的 他点话的你 宋二狗点头 就 就把你点话成这德行啊 算了吧 看到你 我就知道那法司啥德行 管祥峰摇了摇头 转身就走 宋二狗赶紧追上去 你别不信啊 不信你随便去问问 如果我说了一句假话 天打雷劈 不信 信你才有鬼嘞 管祥峰里都不理宋二狗 回王又棍家去了 家里多了一个病号 又是方正送过去的 王又棍也不小气 杀了一只老母鸡 弄了一条两斤重的河鱼 打上两斤高粱酒 弄上一把小针膜 小鸡炖蘑菇 红烧鲤鱼 再拍个黄瓜 嗆个猪耳朵 再来一盘蘸酱菜 一顿丰盛的中餐 就准备好了 众人是纷纷落作 推杯换盏 众人对王又棍是无比的感激 管祥峰则是一直敬着王又棍的酒 各种好话说尽了 樊青秋小夜则是一脸的疑惑 这管祥峰一向都是眼睛长在后脑勺上的 怎么今天这么殷勤呢 无时献殷勤 非奸即到 这家伙肯定是有问题的 蒋州也是有些疑惑 不过管祥峰饭桌上也没说啥事 似乎真的没有所图 他也就没多想 身体不好 吃了饭就休息了 王又棍来到院子里 准备给菜园子除草 管祥峰立刻凑了过来 低声的说道 王村长 问你个事呗 啥事啊 王又棍也是个人家 今天管祥峰一敬酒 他就知道肯定有事 而且还不方便当着众人面说的事 村长 那个啊 我师父是雕刻大师 这是木雕大师 对于一个好的雕刻材料非常重要 我听说你们村子里有顶级的竹子 你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啊 我想用来孝敬我师父 管祥峰也是第一次低声下气的跟别人说话 老点通红 说话都有点语无伦次了 不过总算是把意思表达明确了 王又棍一听 顿时一愣 他知道蒋州是个老师 却不知道他是什么老师 没想到蒋州竟然是一个木雕老师 王又棍的眼珠子一转 心中一下子就想到了 村子里一直没有太大进展的竹雕 而且请的师父见竹雕好卖 也开始要求涨工资提价了 各种要求不断 重点是他们还抱团了 动不动就以集体辞职离开为理由啊 来要些村子 王又棍一直苦于没有更好的办法 各种安抚 有了请人的经历 王又棍深深的明白了一个道理 打铁还需自身英 所以他力挺马瘸子教大家猪雕的 可惜呢 马瘸子也只是半吊子功夫 叫不出来什么太好的 他为这件事啊 和谭举国的头发都快要扯光了 如今送上门的一个木雕老师顿时来了心思 于是王又贵点头道 这顶级的寒竹啊 给你们一些没问题 不过这事我说的不算 啊 管辖风一愣 村长说的真不算 难道那宋二狗说的是真的 你别惊讶啊 若是普通的寒竹呢 我给你一些就给了 但是顶级的寒竹 只有一纸山山顶才有 那是一纸山注尸方正法师的 他不开口 谁也没有办法给你 我也不能答应你 王又贵一道 管辖风心头一颤 没想到宋二狗竟然说的是真的 不过他还是不死心的说道 村长啊 还请务必帮这个忙 拜托了 本集播讲完毕